介绍一下柴油机的具体一个安装和使用的一个小视频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之后 第一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先给它加水 加水呢就是从这个下水器这地方往里面加水 然后呢具体这个水龙头往里面加水 我们就不开水龙头了啊 这就是放水用的 这个不多介绍 这是加水的 然后这个呢是微水接口 微水接口你找到这根浮管 你的往下按着这个绿擦头 往里面一擦一松就行了 这是接微水管 然后呢下一步呢你就要看一下这里面那个柴油怎么接 这有一个柴油桶 里面有两根管子伸出来 有可能是白色的 也有可能是这个黑色的 从这里面取出来 然后伸到油桶里就行了 然后把油桶放到机器里面 现在我们就放到盒子里面 然后这有一个总开关点 把这个电源给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指示灯会亮 然后这还有一个总开关 这个一打开 然后整个机器就上电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温度显示 然后这个电源指示灯也亮了 对 这样就是它的一个上电 加水 加油 我们看一下最后面的一个蒸汽管 蒸汽管呢 这个地方切记不需要残任何送料袋 直接把枪管扭上去就行 用两个扳手 这样卡紧就行了 这就是如何接蒸汽管 威水 如何加水 这个是油桶 把两个管子塞到油桶 总开关电源 电路开关电源 全部打开之后 现在就可以按蒸汽按钮 然后就会自动点火 加热 出蒸汽 想出冷水 就按微水 微水枪管就可以出水 这就是简单的介绍 谢谢大家